其实我一直都在奉行一个就是所坚持的叫佛商这么一个理念 这个理念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的话 就像行兵打仗一样的 行兵打仗它一定要有一个信仰 企业也是一样 企业也需要信仰 但信仰可能都是根据创始人 他所带来的一种脾气 一种性格 一种理念 为什么卖身仙能够在两年的时间之内都是百分之百好评 其实就是在坚持佛商理念 那佛商理念呢 就我们从几个角度来阐述它 首先讲百分之百好评怎么来 百分之二十五的回头率哪里来 百分之四十的一年一年的复购率 就复购率就去年买了 今年又买 这种是怎么来的 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在讨论关于转化率的问题 就原始商口它是这么一个现象 我们目前能做到 比如说一万个人他来浏览了这个页面 所谓就看到了在不同网站看到了原始商口烧烤 这叫展现 它的PV展现量可能是一万 然后它到了我这个店里可能只剩一千了 就十分之一可能 比如说甚至说只有一百 这块东西呢 其实是蛮低的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需求的 但是呢我能保证一点 就是假设这一百个人点击了原始商口 它有可能就会产生 比如说甚至四十个人 三十个人四十个人 能够达到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的一个转化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面我会展示 就关于我们的直通车 为什么转化率那么高的一个原因 然后我们看一下 就是售后 我们是力争将售后贯穿整个一个销售过程 换句话说 在原始商口其实它没有授钱这个岗位 因为做O2O的我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老客户 就我们是希望把活动策划 全部是针对于老客户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产生 低笔单可能不适合赚你很多钱 但是呢你可以通过口碑营销 我把这个运营的费用 打到了这个售后里面去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发现 口碑营销带来的客户 比你广告营销 或者说你通过打折营销 去刺激的要多得多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 比如说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类似有举个例子 就是中间有这么一个客户 有这么一件事 就是说别人订了我们家两块牛排 他拿回家吃掉一块 然后还剩半块 就是两块拿回家吃掉一块半 拿回来说老板你这牛排有问题 后来我们这边有些员工啊 就是新来的员工 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是故意找茬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吃了我一块半 我两块牛排是一样的腌制 一样的做法 所有东西都一样 材质也一样 为什么你两块当中 你说另外一块有问题 吃了一半再给我 因为两块消耗了一块半 但是呢 我当时做了一种行为 让很多员工都不解 让我的团队不解 我就说行 你有问题是吧 那我说我再送给你一块 送你一块 你再尝尝看 然后我现场 我就让他 他因为在我们店里 我现场就 我让我父亲就烤了一块 我们再做了一份 羊排给他 他现场吃 怎么样 他说OK的没问题 我说怎么样 那不行 我再弄一块给你带回家 你再尝尝看 其实这种模式 给客户带来了 就是让客户也感觉很无语 就是说 我其实或者说 我不管带有心情 也有什么样 我不知道是什么角度 去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客户得到的 最后的结果是 觉得 哎呀 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然后可敬的感谢 一定的感谢 说哎呀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 可能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然后就是说 我目前一直在坚持这一点 就是这块 很多人都在劝我 说你是不是说 在这块成本上 售后的成本上 就是说可以节省一点 我说其实如果 我想的一下 我的售后 其实是我最好的营销 然后我就得到了一个 结果就是 这是直通车 关键值的转化率 能够达到百分之 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二 甚至说 你看这个转化率 基本上维持在 百分之四十左右 就意味着 就一块钱投进去 可能是十块钱 甚至十几块钱 它的反出来 所以说 这块营销呢 带来这么高的复过率 完全是售后这块 佛商的一个售后的一个理念 应该说占有很大的一个因素 其实我就提出了一个叫 售后成本法 其实对所有经商的人 可以考虑一下 就我把售后看成什么东西 就是我一万块钱的货进来以后 我预留了 可能我预估百分之二 这个损号放在旁边 但很多人都不愿意 把这个损号单独的放在旁边 或者把它从你的预算当中拿出来 然后在我看来 这个百分之二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是 不管它产生 没产生售后问题 没产生 我就奖励给我的团队 如果产生了 我就好 只要不超出我这个范围 我就处理掉 这就是售后成本法 其实做售后就是蛮简单的 我衣服坏了也好 或者我化妆品什么样的 衣服掉扭扣了 化妆品包装坏了等等 其实你不用太纠结 你就要看一下 你这个一个整个一个 售后的这一部分的成本 是不是占到 还在控制在你的一个 可控制的成本之内 然后我觉得 如果是在这个之内的话 你完全可以利用 我这样的方式 就省了很多事 而得到的客户款反馈 不见得你是亏的 这个就是当时 我们整个一个回头率 基本上维持在百分之十几 平均下来百分之二十以上 访问深度 基本上是在四点几 或者五点几 这是应该差不多 是一二年的一个数据 佛商做售后 我总结几个词 就是说叫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就是说我的服务 其实你不管是客服 美工 还是说送货的 就是说我把服务的贯穿 在我做的每一届 每个岗位上 他都有可能 拿起电话 他就是一个销售员 就是一个服务你的 一个工作人员 我提倡了 就是说不一定说 我只看中售钱 或者我只看中营销 不是这样子 因为原始稍稿 最不看中的 就是说可能就是那种 以硬性的广告形式 硬性的这种 商业化的形式 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更多的看中的是一种 对心理 对消费者心理 或者对于这个消费者需求的一种把握 去做这种非常细致的 非常细腻的一种服务 所以我叫无所不在 第二个词就是说 叫无所不惜 无所不惜就是说 我在做这个 所有的服务跟工作当中 只要能够得到客户的满意 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是我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当然这种代价 刚才说了 就是说它是一个 我售后成本 已经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 我可以让这笔单子不赚钱 我可以把这笔单子 客户因为说我心情不好 或者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他觉得你东西不好吃 没问题 我只要我相信这个客户 他不是故意的 这种前提之下的话 我会给所有的 哪怕订单全退掉 我要的就是这个客户 下次他过来跟我购买 或者甚至说他给他朋友去说 也没问题 我相信他 第三的就是无所不畏 就是说我们出现中差评 原始商考做生鲜的很特别一点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 你说你把烧烤买走了以后 你给我退回来 你退回来也是话的 没办法 所以说我说无所不畏 什么概念 无所不畏 就是说客户 有人给我一下头 把我的百分之百好评给破了 破了什么概念 就是一下头 他买了我二十多个产品 然后结果二十多样 给了我二十多个中评 然后结果生效了 结果一连串的中评 我怎么跟他说都不改 他就是不改 不改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改 我说我 而且当时我特别记得 我把钱也退给他了 就你当时的货款退给他以外 我还补偿了他的一个 叫精神损失费 因为他说我们十几个人 我们买你两百多块钱 我们就心情不好了 我们全部整个活动失败了 等等等等 我还退了钱 我说我还打电话 给他打电话 他说不行 我就是要告诉人家 你原始烧烤 你做的事情 就是说你做的东西 不能欺骗消费者 你们百分之百好评 你们什么这类东西 都是假的 所以面对这样的客户的话 第一呢 我们很明确的表示 就是我们其实是不欢迎的 第二呢 就是说我们也不太 不会像普通商家去畏惧着眼 我们对这个方面 也有一套的思路在做 包括前期怎么样去跟淘宝去沟通 一旦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 我们会跟淘宝沟通 然后包括职业踏平师 其实我们后期也做了很多斗争 然后呢 无所不宽 怎么概念 就是说在我的佛商做售货这块 我们提倡的就是说 叫过多的不是关注差评的售货 就是中差评带来的售货 它有可能是每家公司都在关注 所有的做电子商务的时候 我一中差评 我打个电话去跟他解释一下 或者我跟他去赔偿一下 什么东西 原始上考反而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样子 叫快乐 快乐是什么概念 就在每天早上 我的客服 早上他上班 第一件事情 有售货的 他看售货问题 没售货的看什么呢 就看好评 谁好评写的给你字写的最多 原始上考就让客服 你今天上班第一件事情 给这个好评最多的人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客户给你写了好评 好评越多 说明他心情很好 昨天活动很成功 然后第二天早上 一大堆接到你电话 说喂你好 我是原始上考 看您的给我们的评价还不错 然后你们活动搞得怎么样 有什么东西 可以给我们提一些意见 当时那个就叫 真的叫建议了 叫提一些建议 就是说那个心情很好的状态之下 他会跟你讲 你昨天活动确实 因为你们我们做的很不错 你们太感谢你们了 很多很多 就是大家都在互相客套 然后同时他会跟你指出说 你们的羊肉串 我觉得闲了一点 但是这个时候 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给客户好的心情 他觉得你是个受货的回访 给我的员工 是一种快乐的心情 就是说他拿到 他打到这个电话以后 他觉得 我今天一天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什么 双方都是好心情的 碰到一起去了 谈话也非常的愉快 而且这还会增进了 客户跟我客服之间的一个沟通 他知道有这一个人 在跟他服务 然后他会给我电话说 我是ID帐号叫 比如说叫田罗哥 你下次上网的话找我 我给你再来点优惠 就是这种服务 一个电话解决了 粘性粘度会提升很多 所以说客服的话 他不会因为说售后被人骂 我们更多的是 因为原始烧烤而得到别人的表扬 所以无所不在 无所不惜 无所不畏 然后包括无所不慌 这是一个原始烧烤 做售后的一个法则 也是我们一个精神理念 商业模式这块是这样的 我们只提两点 第一我们其实把产品跟服务的深度结合 在原始烧烤的企业理念里面是这样 就我们是卖烧烤食材的 我们是卖烧烤炉 烧烤调料 烧烤包括炉具 包括这种餐具 包括这些产品是肯定的 但是产品它仅仅就是载体 就我通过这些载体 这些载体就是洋楼炭谁家都有 很多人都能卖烤炉炉具 也很多木炭也很多 不足为奇 就我把这些东西按照它的需求拼在一起以后 其实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种服务 我更多的是卖什么 卖方便 替你去所想 为你的活动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策划 让你感觉了没有肉动 甚至说一个打火机 一把小刀等等 甚至你的停车位 你的今天出行的风向 对这些东西我们做的相对而言 已经四五年来已经非常的细致了 其实更多的东西 客户 他在地摊上买熟的 烤熟的可能也两块钱一串 到时你买深的也是两块钱一串 为什么愿意为半成品买单 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原始烧稿给他提供的东西 更多的是服务 而这种服务跟产品深度结合 才创造了目前原始烧稿 这种多变的一种商业模式 而且年纪会非常的强 从第二点角度来讲 原始烧稿是一种线上和线下 立体式营销的一个探索 就是说我们线下是 现在也是体验店的 这体验店虽然不对外直接营业 目前还没对外直接营业 但是呢 针对于大客户 我们可能 或者针对我们淘宝自己的客户 我们每个月会有试吃 每个季度会有大型的试吃 每个年可能会有一些重点客户的 比如到户外 甚至我们自己组织到户外 进行一个烧烤的活动 然后它是可以品尝 这个门店可以品尝 可以购买半成品 但是赎品目前还不卖 因为确实地方也比较小门店 然后呢 就是说也可以提货 然后更多的是 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 这种立体式的营销给我带来的 就是说很多人在城市里 他找到了我这个 他在这个城市里的一杆旗子 O2O最起初的 最直接的一种角度是 我在线下有我的一个大旗 在我的某一个城市里 我插了一杆旗 原始烧烤 大家知道 店就在这里 你网上 他网上做得很好 我在洋埔 有很多人走敏航 走东江 走凤贤 这些等等 甚至说 有些客户大客户 他走苏州 走花侨 他开车过来 为什么 为了就是 他要找到这么一家公司 网上能找到 他线下能找到这个落点 到线上看一下 然后看完了以后 洽谈一下 OK 你的活动多少人 200人 200人我来帮你配吧 配好了以后 根据你什么吃 什么不吃 然后包括 甚至说一直到后面开发票 包括烧烤师派出 到最后替你们 怎么样去规划这件事情 就是他已经得到了 完全的一个体验 原始烧烤现在也在尝试 其实线上 包括一些网络渠道 我们天猫 这些方面也在做 然后另外一点 我们在线下 也在打算开店 这个店的模式的话 其实是前店后商 店对我来讲的话 就是仓库 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 当然这是其中的一条线 叫一号线 就跟北京 跟上海 包括有地铁的 任何一家城市 都一样的 这些 包括这些黄颜色的 这种框框 红颜色的这种框框 包括这种绿色的框框 它其实 你可以看到 200 250 300 这种框起来的 就代表了 我的一个起送金额 然后我们根据 每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是自己配送的 然后利用地铁公交线 就是根据每个站点之间距离 跟送货的时间 精确地算出来 就是比如 上海一共有 目前应该有16条线了 就是说 告诉你在哪个地铁站附近 我可以 以最快的速度 送到你的面前 而且是 保证我自己的成本 是最低 目前我们自己的 很多人说 你们自己建物流 是送配送 成本多高吗 我现在目前将 利用了我的 现在自己发明 这套体系的话 可以将成本 在同层配送的时候 除了达到个性化服务 我的成本控制在10% 我自己也做过 其他电商 我觉得这个应该成本 也是非常非常低了 就是说连能力 大家加上整个物流成本 控制在10% 其实我95%订单 都是通过自己来配送的 目前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从线上营销 到线下营销 从生鲜 生鲜行业 到餐饮行业 到线下的餐饮行业 我们也在设计 那包括户外器材 也就是炉具 什么什么 甚至说以后灯单 也已经撞帐篷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 已经开始在做了 包括城市旅游 09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跟一个旅行社 开了四条线路 比如说像 什么安吉 浙江安吉 两日游 什么崇明一日游 苏州什么等等 就是换句话说 大家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是一群年轻人 不管是自发的 还是组织性的 它其中就是为了户外烧烤 除了户外烧烤以外 这条整个一条旅游线当中 就是游玩 然后中间一起搞 勾火晚会 然后就是说 我们当时就比如说 一个人平均下来 比如说78 然后就把所有的大巴 旅游景点 什么东西完了 晚上有原始烧烤 策划一次勾火晚会 食材 炉具 全部都在大巴的车肚子里面 大概成团 比如一个团够 是大概50个人 就可以一车就发掉了 我们也做过试点 但是这个证明 就是还是非常的有成功的 但是因为原始烧烤 一直都在尝试 这些新的方式 户外拓展也是一样 现在已经有很多客户 在四五年的这个合作当中 他就会发现 很多客户是直接就打电话过来 我们400电话打过来说 他必定通过网上 他说原始烧烤 就是我们现在20个人 预计2000块钱 要不这样子 我也没什么时间 我先把钱打给你好了 你帮我配 反正20个人活动搞好就行了 2000块钱 就是跟饭店点餐一样的 老板你帮我配吧 然后这个时候 对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可以想想 可以想想 从商业模式来讲 就是主动性 推荐性 主动性 包括这个产品的价格 因素 全部都在我们自己手上 当然了 我们也不会说 给客户是推一些 库存货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要的 还是那句话 不管送给我们钱赚 还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定是最关注的是口碑 所以说我们客户对我们信任 像这种客户 我们就会给他最实在的 我哪怕不赚他多少钱 给他最实在 因为他对我已经足够信任了 他给我2000块钱 让我帮他去策划这次活动 所以说原始商口 它不仅仅是一个行业 它可能代表了 仅仅是一种特殊的营销方式 然后这种营销方式 可以利用到线上线下 才创造了目前的原始商口 目前的一种状态 然后就是这边提到这两点 就是关于佛商做生意的 这个一个理念 就是说原始商口永远坚持 产品与服务的深度结合 一定是产品加服务的深度结合 然后第二 线上与线下的立体式营销 这块是我一直在坚持的 因为我们以后可能是 就是后面也会讲到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根据地的一个理念 然后这块的话 就是我做生意的一个两个法则